六年前大学生张伯威独自攀登南投白孤大山 消防队五十一天搜救毫无所获 两天后山友入山协助就在溪谷发现张伯威遗体 家属认为官方搜救疏失上诉 一审判国赔两百七十六万 不过这个案件在二审逆转高院判决免赔 理由是张姓大学生没有注意自身安全 消防局已经尽力搜救没有过失 最重要的是人民并无享有登山零风险的请求权 不建议毒攀那毒攀的话 因为你毒攀的话如果真的不幸发生意外事故的话 第一个你没有人可以帮你 对所以相对的风险会比较高 除了结伴同行之外 登山也应该携带足够通讯设备 在有网路的地方回传卫星定位资讯 没有网路也没关系 只要你打了求救电话就留在原处不要离开 只要有人打19112 你们就能知道它在哪里吗 没有办法百分之百很准确 可是至少可以缩小那个范围 高山地区天气地形都复杂 一旦发生意外搜救难度超乎想象 务必更加小心 大约新闻李亚平欧阳光辉台中报道 11528 大约新闻anta 时间中国人